尼尤奧克比是地鼠在 Own1以下的一個 它是負責媒體購買 比如說大肩開養貨手藝 旁邊是不是有很多廣告 或是有時候會碰出來一個 很大的拓隔跨業的廣告 那個就是你要換廣告 都會要有一個廣告版位 那些廣告版位呢 依據它目光的效果不同 其實它的價值也會差的非常大 尼尤就是在做肩網購買的一些作品 還有我適到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廣告公司 然後後來是被 在2058被訂到澳美旗下這樣 然後呢 他們有接受人家 實習申請的公司 總共有澳美廣告 澳美公關 私教澳美公關 然後澳美副動行銷跟速動 它速動因為在今年吧 已經被WVB集團 WV就是全球一個非常大的傳播集團 他們在底下的一個子公司 他會收購 所以他一樣是帶破他那些 觸動購買的事情 但是他接下來會不會繼續開實習 我們不太清楚 但是有開始一般的實習申請的話呢 公關啊 然後聶有沒有 你可以申請他的公讀書 然後澳美就是他澳美廣告 有著名的紅領帶實習計畫 他們跟一般的實習計畫是分開來的 大衛也沒有參與一般的實習計畫 那紅領帶計畫的話 就是他會 他會獨立出來是 你要寄一些創意優秀給他 然後他們裡面會有 如果你在中間有不錯的表現的話 最後會有獎學進展 好 然後OgrinOne的話 其實底下會分成 就是剛剛講到一些 我們平常在做的一些業務 可能都會跟網路online的配合關係 會有網路廣告 或者是關網的架設、社群媒體 FBX 或者那一些經營這樣 那平常最常知道的就是 廣告公司裡面的大概十層分屬 就會有account team 就是所謂的業務團隊 然後creative team就是設計團隊 NEO是剛剛講到那個 有買廣告版面的那個團隊 那account team就是所謂的業務 業務就是跟你的客戶跟我們設計師之間 很主要的一個巧點 今天如果有一個廣告案要執行的話 客戶那邊有需求 然後不是我們這邊有設計人員 那他們兩個兩者之間要怎麼溝通 就是靠中間的account來溝通 所以你今天去客戶那邊接breed的時候 breed就是可能簡報 或是工作內容、工作項目 所以你今天去聽breed的時候 你要非常了解這個客戶 他今天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回來要非常經典的配合上傳達 給我們的那個creative team 就是我的設計團隊 讓設計師知道說 客戶想要做的是怎樣的設計 然後你是必須要呈現出來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你要在需求跟美學之間做一個權衡這樣 對 然後這次我申請到account team裡面去做實習 好 那我實習的申請過程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不是像那個紅領帶他們會需要花一些精力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留在法國當交換求生 然後因為時間稍微準備上有點不足 所以我就是直接投給could in one 去做申請 因為我想說網路廣告現在那個網路主持很方便 所以大家所有每天常生活的一塊網路 那如果去裡面這邊看看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知道一些說 大家到底網路廣告是怎樣的進行 是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申請 could in one 其實他就是要你的中英文 呃 旅立跟自傳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趕快把它整理整理 因為大家其實從進大學以來一直都會有 一定都會有某個基本的旅立自傳版本放在電腦裡 只是你都會要為著每一次面試的機會 什麼樣的機會 會去問他做一個特色化的微調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丟出了我的中英文的禮畢 然後 相信拜託大家的有為 這些有為青年的其實面試的經驗都非常豐富 還有遞交自傳履歷的經驗都非常豐富 但是我在這邊想說 分享一下我自己在鑽寫履歷跟自傳當中呢 我覺得可以掌握的一些要點 第一個就是努力的行銷自己 因為其實現在每天HR要看的履歷表證 網路上也會常在講說 其實HR他們可能每天看這麼多的履歷 有時候看了兩分鐘 看到他要的特殊 他就直接丟掉了丟進去 所以你要在這短短時間內 要想辦法讓這個履歷是 他一拿到的時候就會覺得非常亮眼 然後會讓他對你留下印象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說 在自傳履歷裡面 我會用一個思考方式 然後撰寫的思考方式是 我會先告訴對方說 我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從興趣去衍生出 這個興趣帶著我去做了什麼事 然後做了什麼事之後呢 帶給我什麼收穫 這樣子的一個思考方式 比如說 舉例來講 我說 我很喜歡英文 因為 我覺得念英文 對我來說 他是個很開心的事情 這樣好了 然後接著這個 可能英文 就會讓我去 引導我去做了 比如說什麼事 像是交換學生 我想去看看世界 然後或者是我就去參加 台灣 之前有一份那個 台北國際世界設計大展 然後我就去應徵當他的接待 去接待全國來到台灣開會的設計師 然後 因為 就是用英文這件事情 我就做大師 或者去當英文家教 或是當英文助教 然後從了這些事情之內呢 我就去衍生出 我自己得到的收穫 就是跟人之間的應變能力啊 或者是 反應能力之類的 還有就是擅長文字的表達能力 這個事情 我發現 在日後工作也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培養自己的觀點 還有自己的合集撰寫能力 因為在日後 當atown 你要非常可以用文字去表達 客戶的需求 還要表達給自己是指導的 那在廣告產業裡呢 其實他非常注重我的個人特質 所以要是你有辦法 可以在這個 履歷資產上面做一些事物的排版 或是非常加厚的 好 面試 然後 澳美其他人所在搜尋的人呢 我想成為一個澳美人 他們通常會去有這八個 從這八個特質裡面去尋找 其實這八個特質的名字啊 剛好也就是澳美辦公室裡 八個會議室的名字 所以今天可能我們要開會的時候 澳美人的 可能你的長官就會跟你講說 欸等一下我們在好玩開會 欸我等一下再堅持不懈開會喔 然後你就要去那邊趕快整理 然後趕快開電腦 整理等等 像中間這個 這個其實是個廚房 他們的會議其實是個廚房 然後這個廚房就叫做好玩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坐在廚房裡面開會 然後人家就進來裝個水啊 拿個東西吃個啊之類的 就還蠻有趣的 就是這些一些帶廣告公司 這些創意產業裡面 你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然後接下來是要講我的面試過程 那個時候呢 那個 HR她問完 她一開始直接叫我們說 你現在就有進行聊天 跟在場所有面試的場 大概七八個人吧 進行聊天 然後認識一下第一次見的名字 後來我們聊完以後 她就說好 現在請你挑一個人 然後你介紹他 就是還跟一般的那個面試過程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通常是自我介紹的 面試官是叫你自我介紹 可是在這邊是你要介紹別人 然後再來她就問你說三個 請舉出三個你自己覺得 我們要入取你的優勢 最後一個她問說 我想要去那邊接受家 其實就是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但是在正式的你要進一個廣告公司面試的時候 其實她的問題是非常千奇百怪 或是珠穆不必要的 這也是一個創意產業當中 會出現的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但是又常常沒有被入取 可是 可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在這邊跟大家做分享呢 後來 我們想說 結果沒有被入取 不是喔 沒有被入取 但是 很多時候就在這個但是 竟然我想說 都沒有什麼好吃去 那幹嘛入不就開口公司 後來我就寫信給HL部說 欸你好 就是感謝你的面試 然後之後我想要問一下 如果沒被入取 可能可以做我下一次面試的一個 參考這樣 然後最後她們密書回信給我 打電話給我跟我說 其實她們是因為那個 辦公室裡面我一直都有工作 所以她們有沒有讓我繼續實行 我就想說喔 是喔 也太奇怪了吧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沒關係 我們繼續過我日子 但是也因為我這樣子開口問 有一天那個秘書就打來說 欸其實剛好 我們最近 其實 到每個都日子 沒有 到每個都日子 他就打來 他說對 有人離開了 你有一個可以過了 可以來試試的 對 就是 可能會現在很surprise 還有一些你一想不到的東西 會在廣告這種創意 可能會是常常 很多時間不夠 如果我們等一下沒有講完的話 其實我們歡迎大家之後 來可以跟我溫 溫一些交流的事情 這是我那時候帶的團隊 然後我們負責公共有PTR 就是還有台灣經濟 那個時候我也是在找PTR 我只要有時候 那個時候甚至我只要看 一個電影一個廣告 我就知道那個床端PTR 我就知道那個床端PTR 對 然後我每天做的事呢 這些 這些其實講起來就是 澳美人他們都 大家都叫他叫做Dirty Jobs Dirty Jobs 就是你剛進一個公司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在過這些很瑣碎 所以非常瑣碎的事情 片片張啊 去各種人數的話 他們有員工女優 也有電影包廠 你都要討進各個各種種人數 然後這種包廢的細胞裹 然後廠商聯絡啊 然後找圖啊 因為有時候設計他們太忙了 但是又需要圖的時候 你就會要我們看我們找 然後影音產生這些 約會贏 但是其實這些Dirty Jobs中呢 有的人會覺得 我讀這麽高學 或是我讀我讀這麽高學 或是我讀我讀這麽高學 你總會要來我讀這些 Dirty Jobs 哪裏做小事呢 但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心態轉一下 這是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 你不管介入師傅產業的工作 從最地層做起來的時候 一定會經歷的一些東西 或者你不太可能知道 這公司是怎麽弄得起來的 假如今天有一天 你升到中介組 或到建築館的時候 你要是不了解底下地層的人 在做些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對你產生不幸福感 就是對這個長官感到不幸福 不太幸福他就對了 所以其實我後來發現 在脫貼鎖碎事當中 也是有發現了一些收穫 就是其實從透過 比如說透過定便當 我這樣很快 我每天 每天要一直從整個公司 問然後說 欸 請問什麼 要不要跟從便當啊 然後這樣子 其實幫助我 快了解整個公司的人事組別分裂 然後這個點呢 也幫其實等一下 我會很快的講到 就是幫助我 跟我現在在做工作有關 然後解決問題的能力 還有網站的網路跟上高 就是我本來 根本完全不知道 網頁的運作是怎麽一回事 但是因為在這邊接觸到網頁 幫助我在日後工作的時候 發現說 其實是有可以接回什麼嗎 這樣子 還有這些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好 快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如果講我今天未來想成為廣告AE AE就是 其實我在一開始要申請 申請執行之前 不知道AE是什麽 AE就是 Appount Executive 就是業務執行 就是所謂的廣告業務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成為AE的話 可能會需要具備一些特殊 或是一些 能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比如說在執行面 你要可能會有一些 撰寫能力啊 或者撰寫 還有感恩問題跟問對問題 因為其實我這裡也有點被動 我常常現在被我老闆說 你就是要問問題 新人就是 他們就是 讓你犯錯 讓你問問題 對 什麼犯問題都給你問問題 雖然有時候我覺得 我在問一些犯問題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犯我白臉 可是他們還是一直不論我 就是問問題的 然後還有 很重要是進度 很要懂得到進度 有時候不是說 你關起來 做好一件東西 今天就交給老闆說 欸好做 其實他們就是希望你在 做製作 我們的專案的過程之外 還是不斷的討論 不斷的幫你修成方向 這樣才是工作上 最有效的方式 還有就是 向上關聯的學問 我覺得在之後 大家可以工作之後 也會深刻 體會到這件事情 那有時候其實 老闆交辦理 其實老闆行行色色 各種不同的人 有時候你可能會吸你OS 或是 我覺得他的做事 幫助很不好 或是沒有效率 那你其實還是要非常先提醒 讓他知道說 你想表達一些東西 之類之類的 對 然後策略思考 策略思考方面的話 敏銳的 敏銳的觀察力跟其中力 再來創意產業工作的話 你會發現 跟一些身旁的人 一起生活其他力很大 因為他們隨時都在觀察 因為生活中的各種所事 都會是他們創意的來源 所以有時候你身上的生意 其實都被他們幫他做一遍的東西 然後還有觀點產主 非常重要 你要對事情有一套地的觀點 才有辦法對這個創意做出建設 沒有問題 然後個人 你要非常清楚 有點激活 因為不怕麻煩 因為這是 對 然後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說我現在做的事情 我現在帶一個品牌過的公司 叫做Feed Office 然後這是我創業的團隊 那我現在也是 從最精神來來做起 我們是一個品牌 顧問公司 有點像是設計公司 幫人家做一些Logo的設計 還有品牌 如果他們要翻新 重新建立的話 我們再幫他們做一些 顧問跟設計 這是我們的一些作品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現在是公司的小便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大家可以按讚 非常歡迎 然後 上面的一些文章 也都會是我來做 發布跟寫稿這樣子 然後 要是你們 來幫我們按讚的 讚是越多 所以我老闆就越高興 表示我表現越好 所以 麻煩大家 一直吃 然後 然後是非常好的樂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包場 對不對 然後 最後一回到章 我想跟大家講到 就是 其實 在廣告實在內 就是每一件一個好的 男人真的被改變 就像這次 我畢竟的焦點 其實也是蠻 對我而言 是蠻一個新發現的 所以 不管你之後 你現在在為什麼目標 更實力 希望大家可以現在 可以充分準備 或是有人其實 已經早在準備 或者在未來的愛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